天獄墓 鳳獄珠 鬼吹登第三步 雲南重谷 言正開港 鳳獄珠 你燒那件紅色的衣服的時候 你覺得其中有什麼古怪呢? 你這個八一仔 你用好意思說的 那件衣服認真夠邪 如果肥爺爺我 稍微細膽說幾分這麼多 你的時候 你就要跟我收屍了 下次再有些這麼拿命的事做 還是由你胡思凌 親自出馬 比較對一點 連算命那個盲工診 都說你命大 是呀 什麼事呢 你這個肥仔船 怎麼可能我覺得他有點古古怪怪的 喂 肥仔船 你沒事吧 我 什麼事 沒事 沒事 是 喂 好心你們兩個 不要鬥嘴了 現在太陽偏西 快要黑了 我們現在 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好呢 嗯 現在的天真是黑 我想 現在最緊要的 馬上落到水潭底 然後我們查探清楚 獻王那個地公位置 跟著再行定奪 喂 喂 你都不用敢問我的 盲工診迷也都說過 你呀 是三國時候 呂布呂鳳仙投胎轉世嗎 哈哈 他還說你有萬夫不當之勇呀 又有什麼東西可以嚇得到你呀 喂 你不如跟我仔細說一下 那件衣服裡面 是不是有一半截女屍 或是 他剩下他的頭呢 啊 有什麼這麼古怪呢 只不過呢 那個頭呢 盲著一張人皮 還戴上假髮 還有一個頭套 我刺著一隻耳 就聽不到 那個人頭裡面發出一個鬼笑咯 然後 就聽了你話 直接 扯著那個人皮頭套 壓 打火 捏了頭 套 戴上衣服 都燒 浪 浪 是嗎 那那隻荔鬼的尖笑 又從哪裡傳出來呢 難道真是有鬼魂 以為一件無三之相 你呀 你呀 不要走去看看 而已 那個人皮頭套 畫得呢 又白啦 嘴唇又紅啦 和那些死人的長 差不多幾多而已 我現在想起 嘩 隻腳都還在抽筋啊 只不過 這時一把火燒光它了 那什麼事都沒有啊 嘩 如果真是有鬼魂 恐怕 我現在 就不可以起序跟你講話了 我想 那些鬼笑聲 可能是人皮頭套那裡 穿了他們窿 然後 被大墊頂的風一吹 那跟著呢 那個墊頂啊 又是那些 食急發出濃音的 大波的藍木 所以我們聽聽聽 錯了嘛 你不用胡思亂想 疑心生 暗鬼啦 是嗎 真是這麼簡單 哈 這個肥仔船 一向對於神神鬼鬼的事 都是半信半耳 講起話上來 亦都顛三倒四 但是 為什麼 現在他反而好像什麼都不怕 一切都理所當然 雖然我看著 他把那件紅色的毛衣撒毀 只但 只但 只但那個 麗鬼發出的尖笑 不單止他 我 Shirley 都聽得清清楚楚 如果你說有幻覺 那有什麼理由 我們三個人 一齊有這樣的幻覺 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當時那個麗鬼發出的笑聲 使我雞皮都豎起了 連心都覺得好像一下子 好像被人凍了成冰 那樣 這些笑聲 你又怎麼會是風聲穿過的頭套化得出來的呢 雖然那次在新疆的魔鬼城裡 我亦都聽過那些好像鬼哭一樣的奇異風聲 但是怎麼都沒有那麼厲害 而且 當時在大殿頂那裡根本沒有風 又怎麼會說有風穿過而發出那麽詭異的笑聲 那套衣 我不是人皮頭套 絕對不會那麽簡單 現在我們身處險境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謹慎小心 再試試個肥仔船才行 如果不是一下子大意 可能到時候 自己一想慢慢也慢慢 肥仔船 對不起都要做多鋪 如果我查不清楚 你究竟是不是已經撞了邪 甚至有可能被個泥鬼上了身 入到獻王墓之後 我就怎麼可以保證 會不會做出什麽 危害那些大家性命的事情呢 對不起 老友記 現在太陽快要下山 我一定要趁著下山之前 無論如何 都要把你的肥仔船 究竟有沒有撞齊的真相試出來 唉 走了整天 現在才開始有點累 肥仔船 是呀 那你就要緊時間 先休息一下 唉 沒錯 我也要休息一下 喂 你給我看緊前面 如果有兩隻未死光的人蟲怪鷹走出來 我便要為你示問 喂 看緊一點 我先在後面靠一會兒 喂 你幫我站好鋼 行了 唉 胡八一 你又發什麽神經呀 弄古造怪的 這樹的琉璃牙很滑的 你小心點 嘶 嘶 樹是什麽 這樹有沒有其他人在樹 唉呀 你這個Shirley 你怎麽不省水的 唉呀 幸好這肥仔船 現在都未懷疑到 嘿嘿 不要笑它了Shirley 唉呀 男人有些事很麻煩的 說不定 他想樹出來 但是呢 天邊又樹不出 所以現在都不知多辛苦呀 哦 是嗎 喂 那你麻煩走遠一點 千萬不要在我面前 搞些這樣的事 Shirley畢竟是聰明女來的 雖然她不知道 我為什麽要輕手輕腳地 鬥回肥仔船的後面 但她又都很省水地 馬上就拆開的話題 另轉身 不出聲 做什麽呀 胡思琳 你不是吧 這半日以來 雖然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呢 畢竟 哈哈 你看看我 我和Shirley 到現在都沒有什麼事 反而是你呀 你看看你呀 居然 又是身難腰 又是說欠眼粉 哎呀 三十多歲 人而已 好心你 不要讓那些女仔 看壞你 到時候 連老婆 都娶不到 那時候 你就認真 對不起你一爺咯 是咯 我三十幾歲人 你不是一樣 三十幾歲人 哦 你笑我未找到老婆 好肥仔船 你自己 現在 都一樣 是光棍一條 再講 我根本不是扭到腰 只不過 在這個天光絕頂 居高臨下 爆嵐祖國的大好河山 所以我的心情是特別興奮 想走遠點 淫回首詩 淫屍 哎呀 以我來說 八爺仔 不是 胡思令你 前面那個詞 恐怕還可以 後面 除非變成僵屍喪屍 不是 你真是沒有什麼好詩 是啊 那我就要看看 你可不可以淫出道好詩 哎呀 哎呀 幹什麼 你呀 啊 八爺仔呀 你呀 在我背上 灑那麼多糯米 幹什麼呀 咦 我剛才把一大堆糯米 好像天女散花那樣 在肥仔船後被那裡狠狠地打下去 肥仔船嚇了一跳 又不知道什麼回事 啊 他居然就轉頭問我 不 那些糯米打他身上 居然一點容都沒有 一點反應都沒有 難道 他真的自己忽然間發了神經 而不是撞邪被弊上身 所以 他對我只是冷笑了兩聲 就沒有再開口 不好意思 我本來想幾句好詩 算是千古絕句 誰知突然想起 肥仔不是碰過人家 那套閃婆鬼服的人皮頭套 於是我用一塊糯米 跟他拒下邪 按照故老相傳的規矩 這件事又不可以提前打招呼 一定要在他不知道的情形之下 這樣才有作種 趕走這些古舊的晦氣 其他人肯定是升官發財 大展宏徒 你看看我 為了你的前途 將我原來應該想好幾句 名傳千古 可以流芳百世的好詩 現在都不知道 扔去哪裡了 沒有靈感 沒有靈感 你這個八一仔 我信你一成才奇 嘘 嘘 你們都不要爭 看看那邊 聽到Shirley這樣說 我們一起擔高頭 向天空望過去 只見 在山邊 依然有光亮的天空之中 發展之間伸出一條 長一長 好厚好厚的黑魂 就好似一條 橫在半空的黑魂 又好似 是一條黑色的天河 掛在天邊一樣 逐漸 這條黑魂 就是和山這邊 已經陷入了黑暗的天空 連繩一體 當堂 當堂 將山谷裏面的天空 和水龍魂 照上一度陰影 平時 在野外空氣青山的地方 或者空氣氣薄的高山之上 如果天空裏面的雲很少 夜晚都可以看到一條 摧殘的銀河 不過 和星空銀河相比 這陣子龍罩在你頭頂的這條黑魂 它顯得非常之不吉利 按著風水秘術的說法 如果天地之間有黑氣貫穿 那這個就叫做 黑珠波天河 是個大孔之巣 而之所以 會出現一個這樣 黑珠度天河 這樣一個奇異天象 那肯定就是說 這個地方有古詩作怪 所以 屍氣猶陰衝揚 遮天敗人 喂 這條黑龍 應該不是什麼好東西 究竟 你這個是準備下雨 因為有屍氣犯境 下雨下到什麼程度 會不會擋了我們財路 所謂的雨後 是指洪水暴漲 我們呢 趕到不遲不早 今晚要動手道斗 但偏偏就是這個時候 遇到這種百年不遇的罕見天象 不知道 這個跟天王 改動了地脈的格局有沒有關係 又或者 在最近幾年裡邊 經常會出現這種現象 但是那場暴雨 就硬是鞠實 下不下來 這樣搞法 一旦這場暴雨一落 恐怕將來落起上來會很厲害 而且可能整座天宮 都會被大山洪灯沒錯 所以事不宜遲 再來 我們一連夜就馬上進入獻王墓去倒斗 好 當我們三個人 飛快地趕到水潭邊的時候 我突然間才醒起 今天 正是農曆的七月十九 哎呀 糟 你的認真是大事不妙 如果過了今晚子時 又是陰氣上升 各種邪衰大師作惡的日子 所以無論如何 我們如果今天 也一定要進入獻王墓的話 也要在指示之前離開 否則肯定會有劇編 不過這些說法 Shirley就肯定不會接受 我如果說出來 就只能讓她再笑我一魂 在靈天宮的流離頂上 我審的糯米已經丟了一次架 現在暫時都先不要說 希望 這一次我們進入獻王墓的地宮 能夠進來攻城身退 由於之前 在這個水潭裡 我已經見到 有一節尾斑崩炸機 撞在尾雪的機場 甚至它的機頭 還撞爛了一段的石壁 在石壁裡露出了一些 好像六腳神獸等等這些 以前我們在獻王的祭禮上面見過的怪獸 很可能 在水潭石壁的另一面 就是獻王地宮古墓了 無論如何 我們現在 要猶豫這個機會去搏一搏 於是 我們三個人稍微商量一下 決定 由水性最好 而且潛水的時間 和經驗最長的 雪地來打頭陣 我在旁邊協助 肥仔船負責包尾 我猜得沒錯 在那個轟炸機的機頭 撞穿石壁的地方 果然 有一節 好像是修建這個墳墓的時候 留下的墓室通道 只不過因為被飛機撞穿石壁 所以水潭這個水 也有一部分流入了這條通道上面 不過幸好 中國古代 特別唐代的古墓 都是很講求闊大 而且 霧道圍繞地公的七轉八彎 目的就是想人家不知道這個墳墓的秘密 在這七轉八彎之中 地勢是乏高乏低 所以這些潭水雖然很急速 但是也只是浸了少少一節度無通道 看清楚方向 Shirley 第一個 就向著這座 好像是墳墓通道的地方游過去 肥仔船呢 我忽然感到很奇怪 自從下水之後 或者說是天色徹底地變黑之後 肥仔船就沒有跟我們聊過 總是躲在不是金鑽的後面 都不知道在搞什麼 肥仔 不過在天宮的琉璃瓦頂 我明明已經試過它 怎麼會 它什麼事都沒有 如果真是有鬼上身被勵鬼撞邪 那糯米又怎麼沒有用呢 雖然我想極都想不明白 但是出了一種本能的考慮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要隨手在自己背脊的背囊那裡 拿出那把防身用的散兵刀 我剛剛拔出了散兵刀的時候 剛好得那麼巧 Shenny呢 也在前邊轉轉頭 他轉轉頭的時候 頭頂帶著的那盆戰術射燈一照 這隻招正在那個散兵刀的刀刀之上 散兵刀被強狂一照 即時就好像變成一塊鏡一樣 拍出了我身後的一些情形 糟 肥仔船,你做什麼 你…你見了什麼 喂,肥仔船,你做什麼 你…你搞什麼,快點停手,停手 嘩… 嘩… 你這個肥仔船 剛才一直都跟在我身後 在黑暗裡面 他的手不知是握著什麼 好像想舉,又不舉得起 我本來還不是這麼為意 總之,你不會對我不理 我暫時忘記了你究竟有沒有撞起來這件事 怎知這麼巧巧 在我拔出散兵刀 將我要來防身的時候 Shirley仰的戰術射燈一照 就照正在我刀刃之上 剛剛好就像一面鏡一樣 我忽然間見到 跟他身後沒有幾軟的肥仔船 突然間跌低頭 口裡面好像痴痴痴痴不知說什麼 但你一反手 他亦都在背包裡面 掏出散兵刀 出奇兵地向我兜頭兜面來撒過來 你一下真是險過剃頭啊 要不然我一早已經有了防備 恐怕現在做隻做了肥仔船刀下之魂 我看見肥仔船一刀一刀 好凶狠地向我撒過來 他好像根本就已經不認識我 或者將我當成是一個殺虎仇人感來對待 出紅那隻屎幹的肥仔船 你搞什麼鬼啊 這個人我實在太熟悉 以他的鼻力和他拼起命上來的那種狼死法來說 我如果不及早先祖的制服的話 恐怕真的打起來 我都不知道要花多少心思 才可以搞得到他 而且到時候還不可以保證 大家身體雙方面都沒有很嚴重的損傷 不行不行 一定要他的神之中 可以有一些清醒的時候 將他徹底制服才行 於是我馬上飛撲上去 一手就使出了部隊裡練習過的擒擊拳 以進為退 一逼逼他身前 一隻手抬著他右邊肩膀 另一隻手抬起他爪關節 趁著他手臂完全發力的時候 我力一抹 我將他的手領到背後 然後順勢打斜他身一撞 整個身體撲過去 當堂將鼻仔跌到地下 然後我用雙腳夾著他身體 一手就搶過肥仔船的散兵刀 喂 傅伯一 你搞什麼鬼呀 你上面還沒有挽救嗎 Sheddy 他剛才想偷襲我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些黑糯米對他無效 但是現在看來肥仔船 真的被有些髒的東西瘋殺了 誰 偷襲你 你是誰 你是誰 你是人是誰 你勾敢為賤你身衝出來 給你胡思靈我看一看 你不是早就见过我了吗 啊 什么现在居然认不到我出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